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这期我们讲一下健康线 在手掌当中除了几条基本的纹路之外 还有一些辅助的纹路 比如说财运线 健康线 健康线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样一种 在月秋和地火星秋之间 沿着这个掌边走 走的这两个线 其实它还是比较长的 这种健康线 这叫健康线 这个健康线 这个健康线是起自手腕的 起自手腕线 穿过月秋火星秋 火星平原一直延伸到水星秋 其实它还是比较长的 穿过手腕 其实类似于这个事业线的一条分支 但是它又不是事业线的分支 它其实就是叫健康线 健康线的长短不一 有的短 有的只到达了感情线 有的很长 可以到达水星秋 如果说生命线代表一个人先天的健康 包括活力 精神状态 那么健康线就反映出一个人在一生生活当中的健康的好和坏 那么健康线如果是清晰没有断裂 清晰比较断 比较明显 形成一条线 中间没有什么断裂或者凌乱 表示其人的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什么疾病发生 健康线如果是呈现波浪状 波浪状 弯弯曲曲的 那么这种手向的人通常肝胆肌 肌能是比较衰弱的 肝火过旺 脾气容易急躁 假如健康线出现一些杂纹 那么看上去凌乱的话 表示其人 因为消化器官这种疾病导致记忆力衰退 同时事业上不容易 健康线如果是短而分叉 它非常短 比如说这个健康线 当然它没这么长 短 很短一条 而且还分叉 那么这个表示 其体力较弱 体抗力较差 小病不断 容易发生一些慢性的疾病 或者是衰老的比较早 此外呢 其实容易遭遇一些突发的疾病 或者是灾祸 应该远离危险之地 在操作上 包括一些大型的工具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健康线如果是不连贯 断断续续的 这样这里断 那里断 这里断 那里断 以隐约约看出是健康线 表示其人消化技能正在衰退 容易患上肠胃疾病 偶尔会发生肺炎 或者是胃炎等等 这个健康线成这种片断状 形成这种梯形 这个是 但是呢 他这个健康线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梯形慢慢的走 他又走到跟生命线相交的时候 表示其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太好 是一种短命的表现 好了 有关健康线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的话 可以关注私信 或者是简单关注一下就可以 我们下期再见 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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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